欢迎收看智慧型手机使用指南Tip系列影片 这节要教大家如何关闭三星手机的拍照声音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三星厂牌的手机 你会发现有个困扰 就是拍照的时候快门的声音你会发现关不掉 即使说像现在这支手机目前是开了静音的一个模式 在这边静音的模式 那在进到相机说照理来讲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声音的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使用三星的手机 在静音模式拍照 这个快门声音还是关不掉的 那这会造成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困扰 那事实上这个要设计成这样 我想他们应该是要防止这个偷拍的行为 所以故意设计成这个快门声音关不掉 但是其实上台湾其实没有这样子的法律来规定相机 一定这个快门声要留着 而且也只有在三星跟Nokia的部分机总会出现这种问题 其他的厂牌一般来讲你开这个震动模式或静音模式 基本上相机的快门声也会消除 那三星手机要怎么样去关闭这个声音 事实上还是有方法的 那这边有两个方法 首先第一个方法是我们到设定里面 到系统这个设定 往下一直滑 滑到几乎最下面这边有个协助工具 协助工具再往下滑 这边有个关闭所有声音 请你把这个选项打勾 这时候呢我们再进到拍照 就发现现在对焦 拍照 都不会有声音了 这样子这个快门声音就关掉 但是刚刚那个做法有个缺点 就是因为先它是关闭所有声音 那你必须要再去设定那边把那个勾勾取消掉 这样才会恢复 否则说你即使在这个关闭所有声音的模式下 你把这个静音的模式取消 变成有声音 你还是会发现你听不到声音 一定要再去那边关掉 那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呢 就是你不要使用内建的这个相机程式 你可以去这个Play商店 自行下载一些其他的相机程式 那这样子的话 就你会在你开震动或静音的时候 这块门声就不会出现 这个是提供给你的一个参考